好 Kitty 要是妳是這個孕婦 然後又帶了三個小孩 妳會這樣做嗎 我不會 我不敢 因為人家都已經有畫位子 我真的不敢這樣子做 那不敢 妳就要讓三個小孩站著 我會就是像法老王說的 我會之前先想盡辦法買好票 對 不然票就被法老王都買光了 不是我不買 我買不到 我想盡辦法擠兩張 然後我抱一個 再一個小孩再抱一個 我們四個就這樣做兩個位置 沒有 真的不敢這樣做 妳不敢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不要真的 就是造成別人的困擾 這真的很誇張 我會拿去吃 什麼叫我拿去吃 這個台語 台語你聽不懂 你敢就可以啦 聽得懂 這樣聽得懂 這個惠文 好像很多人會利用這種 你沒有小孩 仇視小孩的心理 我覺得他是把互相尊重 又跟這個同理心畫上等號 有時候現在的家長真的很容易放大這個 所謂的同理心的部分 因為老實講 我們的教育裡頭是告訴我們說 要懂得互相尊重 互相同理 那剛剛法老王講的 我還蠻認同就是說 但是他並不是一個權利或義務的關係 他是一個道德 他是一個美德 我今天有這個禮而讓你 並不代表說是這個法律規定 那我們也要尊重這些 有買票的人的權益 其實像多年前 那時候我小孩很小 大概也有個十幾年前 那時候我們去台中的一家 那個很有 很知名的冰店 帶他們去吃冰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離開的時候看到那個二樓的餐廳 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餐廳 可是他門口就掛一個告示 就說我們謝絕小孩 那時候我已經當媽媽了 我第一時間就說 怎麼會有這種餐廳 這麼明目張膽的仇視 就那種心情 就覺得他是仇視小孩 你就把他撕下來對不對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也沒有要上去消費 但是那個時候的社會氛圍 並沒有這樣子的 你會覺得說他怎麼這麼敢這樣子 那敢得罪消費者 可是當下我先生反而他有 他的看法又跟我不一樣 他就覺得說他說 這家一定是 Maybe他是一個比較高級的餐廳 所以他也要對他的消費者負責 那當然有些孩子確實 如果真的很小 你在餐廳裡面是很難控制 沒有辦法控制他不哭不鬧 或者是不奔跑 所以他會覺得 如果他是這個消費者 他會反而認同這個老闆 做這樣的一個先公告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社會在進步 有時候同不同理並不是一直無限上綱的事情 大家就是要互相尊重 那彥均你買票了 那這個孕婦大戶便便帶了三個小孩 那佔了六個位置 因為小孩子躺在椅子上 那你有票你怎麼辦 我還是會去跟列車長說 列車長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不是單一事件 就是一定有 他前面有成功經驗 他才敢這麼明目張膽 對 要讓他知道一下 這個社會的一個規則 對 不是用道德去綁架別人 這根本就很典型的情勒 那列車長來 如果他還是不走 你覺得列車長不敢強制執行嗎 那我會請問列車長 我們買了這張票的權益 他要怎麼負責 就忍耐一下嘛 你包容一下 我很包容 但是我的權益你要怎麼處理 好 我建議坐五分鐘 好的 其實我們也常常會碰到這種情況 這裡有人帶小孩來 其實有時候小孩子 他可能只有一歲而已 說起來 坐飛機 那個耳壓小孩子已經受不了 大人都受不了 不要說小孩子 對不對 他也不曉得要吞戀 就會比較 壓力比較小 或者是很無聊 或者他很不舒服這樣 結果看到小孩 抱小孩起來 說 你看 這樣的臉也不行 這樣臉也不行 你有沒有看到 他臉是偏過去看了一下 這樣也不行 這兩個完全一樣 這也是 這個反正大家看到就慘了 這個 你會有什麼表情 看到人家帶小孩上來 我會想我待會有沒有辦法幫忙 對 因為畢竟我也是專家 對 他要是在那邊哭 那我一定會去出手的 對 但是這個部分 確實真的家長要做好 萬全準備 沒錯 發辣王你會有什麼表情 拿出你的本性來 舉手叫空姐 我要換位置 經濟艙你換哪裡都一樣 那小孩子一哭是整個 整個艙都是這樣 除非你能夠放到頭等艙去 其實我在有小孩之前 我真的會像這樣 我會很害怕 因為我們也都知道 就是會 因為我遇過 我遇過 聲音真的很大 就是很不舒服 那有小孩之後 是比較能夠包容 可是我是覺得 其實這個有問題的是父母 就是為什麼要帶這麼小的孩子 去坐飛機 那你是不是 可是那有時候真的有必要 對 少數的時候是有必要 譬如說我要帶孩子 回去看爺爺奶奶 這種不得不 但是其實很多情形是 他們為了搶兩歲以前 不用機票錢 兩歲以前不用搶錢 我們周遭一定有朋友 就是會說 我要趁小孩子兩歲之前 不用機票去 可以省很多 對 那尤其是 他們還會挑那種長程的 因為長程機票省更多 可是長程小孩子更不舒服 可是我覺得這種父母 就是很自私 就是非常自私 因為你也知道你小孩 在這麼長的旅程一定不舒服 你只是爽到你自己 而且你自己也沒多爽 因為你在過程當中 你一定整天就是帶小孩弄小孩 就是你這玩得也不開心 可是他就只是想要貪那個便宜 那他那個便宜 然後你自己不舒服 你不曉得他那個便宜就很快樂 對 他就很快 可以蓋掉他其他的疲勞這樣子 對 可是他犧牲的是小孩子 小孩子他就很不舒服 這肯定不舒服的 然後他犧牲的是周遭的乘客 對 周遭乘客肯定 就是一定都是像那個表情 我後來就是我在結婚之前 後來看到有人抱小孩子上飛機 我說真的我都提心吊膽 很擔心 待會兒就是隨時就可能會爆炸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比較大的問題是父母 就是你他有什麼心 你也坐過 就是躲長土的飛行 然後有小孩吵到你沒有辦法 其實沒有太長 沒有太長 對 沒有太長 大概三四個小時 我遇過一趟 我也坐過美國山 孩子真的整天靠到尾 我們知道那個北部已經很不好意思 也一直要哄他 但是就沒有辦法 就是不舒服 然後我們就眼睛也不敢這樣亂看 我遇過一趟也是從溫哥華 回香港 我們是轉機的 那個一趟也是十幾個小時 可是很妙 那個飛機上 全部都是阿公阿嬤 就應該是香港人 他們要從溫哥華回去 然後帶著小孫子 算了算大概有十幾個嬰兒 然後在那個航班上面 搞到最後 因為小孩很容易受影響 一個哭 另外一個哭 你就上慈禧筆錄 然後你逃也沒得逃 最後是所有的空姐 就是送餐完了之後 幫忙再走到那邊 在那邊安撫小孩 然後我那一趟 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真的也被吵到 沒有辦法休息 一下到桃園機場 那個要拿行李的地方 我整個人都快頭暈 就快要暈倒 因為整個飛城都沒有 航程都沒有辦法休息 以後我們是不是建議 航空公司 只要有兩歲以下的小孩 超過五個半票 還半價 或是親子班機嗎 親子班機 你是這些父母應該會很痛苦 本來只要過一個 所以要去全部 集體要過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可惡